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 歡迎收看民意交響曲 在這裡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 想法 可以暢所欲言 和我們一起監督市政 讓基隆更驕傲 更進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民意交響曲 我是蔡小君 今天很特別 今天是特集 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的議長童子偉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一起來迎新春過新年 議長好 小君好 各位視頻朋友大家好 說到過年 大家都是充滿了喜氣洋洋的氣氛 今天特別規劃了兩大單元 要帶大家來體驗基隆在地的年味特色 第一個單元就是我們的年驗盛菜 那議長非常的用心 帶領工作團隊奮鬥了一整年 今年也特別為大家邀請到 我們的重頭戲貴賓 就是我們基隆區議會總幹事 陳文青 陳大哥 小君好 大家好 總幹事好 帶大家來品嘗基隆的在地到底年味 很有特色 那說到這個要先請議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年圍爐 你印象中的圍爐菜 過年圍爐其實在台灣的傳統 基本上大家除夕夜都會回到家裡去吃飯 所以家裡都會特別準備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有印象佛跳牆 然後我們基隆當然就會有大鳴蝦嘛 那我個人呢就一定強調要吃蛤蟆 那因為我媽媽是客家人的關係 所以也會特別準備在客家小草 等幾道菜啊 雞啊 烏魚子等等 我想除夕夜那天晚上就是大概 每年吃最好的一個晚上 那其實家很多我們家戶 其實台灣很傳統的習俗 大家會吃那個白鯧魚 可是我們家都吃碼頭魚 因為我喜歡吃碼頭魚 所以我覺得 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會去期待說 我們一年大家團聚的時候 因為大家也其實都分散在各地嘛 那過年的時候會大家都會回來基隆 然後回來我們這個拜拜嘛 然後就會順便來一個這個團圓聚餐 所以每年都會有特別的印象 對 今天真的非常特別 我們就是桌上滿滿的就是年菜料理 不但有基隆在地的台式道地 還有結合了新住民我們的台式口味 等一下就要跟大家好好的來介紹 那說到這個基隆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漁產 基隆市真的是漁業最新鮮的地方 就在這裡要吃新鮮的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的文青大哥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哇 這一次帶來三個大大滿滿的 伴手禮盒 我想每年到了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準備採年貨 海藏是一定大家傳的魚仔 魚仔 魚丸 冠獎 所以漁會針對這幾樣東西 我們做了三個禮盒 A禮盒 米禮盒 西禮盒 不管你自己用也好 送人 用也好 我想你買一台回去 你就給過年 可以找到幾年 哇 真的耶 漁會推出了這個海味年菜 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伴手禮讓大家印象深刻外 而且很重點是要帶大家來看看 我進入去一會 其實每年都很用心 他今年特別辦了廚神大賽 而且還邀請在地的長輩來圍爐過年 放入蔥段 彩椒稍微翻炒 最後簡單調味 再加入已經翻炒過的煎蝦 色香味俱全 還有非軟香腸搭配烏魚籽 醬燒活魚 新鮮炸花枝 每一道料理都是漁會家政班的傑作 就一汁都一口剛剛好 非常適合 年紀長的 小孩子 營養又好吃 而且我們在炒的過程 大概應該不會超過三分鐘 就只有用鹽巴調味 過程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後你要用什麼顏色都可以 下個月就是農曆春節 金融區域會舉辦了料理競賽 邀請家政班 臨近的鄰里 使用金融魚貨來場大車拼 現場除了專業評審定勝負之外 以邀請長者品嘗 提前聚餐圍爐 讓大家同心協力來做菜 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來 煮一煮讓大家來吃 我非常高興 有黃魚 有鱧魚 有蝦子 這是都外面 不像我們新鮮的 然後還有飛魚卵那種香腸 那是小孩子最愛吃的 荷家都可以使用的 首先感謝金融區域會舉辦年菜的比賽 那有榮幸大家看好我們團隊 沙子里這些阿姨把煮了八道的豐盛的年菜 利用金融在港的漁獲 這個時候年節最適合這個年菜組合 七龍七味這幾年都推動 有融為不足來推動 離色長照 所以說每到過年的時候 我們都邀請這些銀發族 一起來圍爐 讓他們提前享受到過年的氣氛 桌上30多道料理整齊排列 光是要如何打分數 就讓評審們傷透腦筋 加鎮班做得不錯 幾年都市上一般這個加鎮班 所以說你看這麼多的加鎮班 來做了我們雞人的推動 我們雞人的海產品很好 加鎮班在主辦年菜這個活動 然後大家都把這些冷凍的海鮮 利用得淋淋淋置 所有食材煮起來都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用說一定要新鮮 因為冷凍的東西也是很新鮮的 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 金融區會邀請長壇梨長輩們一同圍爐 讓長輩們直呼真的很豐盛 有白鮮 有雲粿 雲粿都是很新鮮的魚 可以預購拿回家再加熱 這樣也很方便 我們今天的年菜 今年推出的年菜 請這些阿伯按摩 用他們最平常最實在的做法 辦妥 讓這些設計的阿公阿嬤共享 這就是圍爐的精神 要一起共享 一起享用美食 那當然以魚為主題的年菜料理 真的是基隆在地最大的特色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總幹事 每年大家都要買魚魚來過年 所以魚在過年前推出很多的 所以我們另外再辦一個活動 請社區做的阿公阿嬤 用他們最平最簡單的方式來介紹 來煮好的魚 所有的料理 做一個比賽 讓這些老人出來走一走 運動身體以外 讓大家更加知道 做的魚產品是很好處理 買回來之後你聽到就能處理 簡單 好吃 方便 更燙 真的 這個你知道現在的白腸很貴嗎 然後另外還有現在的干貝也很貴 我們的年節魚料理當中 我們就喜歡吃魚 然後貝類還有我們的套Q 對 那今年很特別就是 直接三種不同的禮盒 通通都幫你準備好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禮盒的內容嗎 其實在禮盒 我們想要先說 有我們雞蛋海鮮 節節高升的斑結蝦 也有我們憲白的蝦鱗 還有我們本港的租金 也有本港的套Q 跟我們這個無辣魚 除了賣到賣到賣到的以外 想要是要把我們雞蛋魚產品 推銷出去 讓他一直給大家賣到 讓他吃到我們雞蛋最好的海鮮 沒錯 大家賣到的一定都賣 但是我們國產的兩喉班 好吃 又燒 黃魚也有 軟鮮也有 鵝魚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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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來雞尾 雙鵝 哇 沒想到魚壞還有推香腸喔 有 鵝魚卵香腸 這是我們本港的鵝魚卵香腸 我們本港鵝魚卵香腸 它銷路很好 你只要三盒都買 才有辦法吃到食物啊 不用不用 因為 不然你車人客也是一樣的 鵝魚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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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 現在財財很方便 然後大家也不用花什麼 腦筋要去想說要買什麼 其實一個禮盒買回去 真的是很方便 對現在的小资竹來說 是方便 那剛才我們說到這個 魚會的這個推出 魚的料理的年菜之外呢 其實我們基隆有很多新住民 當然新住民在基隆落地生格 他們也結合了在地的台式口味 推出了很多的神奇的 新鮮的 不同口味的異國風味料理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議長 今天好用心喔 他直接帶來了泰式風味的料理 有非常多的新住民在基隆生活 那不管是嫁來還是在這邊創業 那我們今天就是去在七度 有某一間沒有華麗裝潢的 一個泰式料理 那其實生意非常的好 他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涼拌荷包蛋 是 這道菜是他們新推出的一個年菜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你知道荷包蛋它不但是去炸過 然後還加上了清爽的檸檬汁 所以吃起來 我剛剛從這邊看到這邊 我就會覺得 這邊應該到請廚師來這邊安排一下 對 然後這個是打拋豬 打拋豬 打拋豬大家應該都比較 在泰式料理的這個 蠻常見的 那打拋豬也是新住民必吃的美食 是 那這道菜是冬粉蝦寶 冬粉蝦寶其實在過年 其實大家就會有一種很 團圓的時候需要吃的 那也必須吃點蝦子嘛 過年需要一點這個感覺會增添一點福氣 海鮮 那這一道菜是 不好意思 這道菜是我們家自己常常吃的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其實炒得好不好 大家 客家人大概都知道啦 因為大概那個肉 三層肉炒得 有沒有很油 會稍微油一點 然後這個 魷魚啊 魷魚燙的脆不脆 其實客家小炒的關鍵在這裡 那我也喜歡吃點酸的 然後過年其實還很常見的 還有這個佛跳牆 佛跳牆大家應該是過年必吃吧 不管你到每一間餐廳去 其實他也都會封上一種佛跳牆出來 我們基隆也傳統的蠻多這樣子的文化 那其實我剛剛講一下餘會 我們餘會的禮盒 我們今年基隆市議會 有訂購非常多的禮盒 來贈送給外縣市的朋友 我覺得我們從現在開始都要 展現我們基隆本港的精神 就是要讓我們的在地特色 推廣到各縣市去 所以我們今年跟以往 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會希望 我們送給外縣市首長的 一個年節禮盒 是跟我們基隆相關的 而且又是本港自己生產的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現在回來已經賺一千了 這位魷魚燙 魚燙煮吃一次之後 多三千是你 這位會回來再多補一千 多補一千 我們現在這個全國各地 我們的這個外地的客人 我們大概希望都用 我們在地的一些商品 那魚貨就是代表連結 基隆非常深的一個 代表性的商品 那我想我們不管是 我們要送出去給客人 還是家裡要用 可以買魚燙 那我們現在新住民料理 其實說真的 我們在地也非常重視 我們新住民的文化 那如果我們有更多的這些餐廳 可以融入在我們大街小巷當中 我想新住民在基隆 也可以生活得很開心 那我們基隆也需要 這個更熱鬧一點的氛圍 那以前大家過年的時候 印象中應該小時候 都很熱鬧有沒有 那現在大概 大家都比較常去餐廳吃飯 以前都會在那個街上 大家買東西回到家裡去吃 現在很流行在餐廳吃 比較方便 那我覺得所以每一間餐廳 都有非常多的特色 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然後也歡迎外縣市的朋友 來我們基隆市的各個餐廳 來品嘗跟體驗我們基隆市 在地的一個文化 是 而且啊 說到這個要去採買年貨 其實基隆人很常去的就是 人愛不愛市場 或是心意市場 以及果菜市場 有沒有什麼好料 可以推薦給大家 說真的 人愛市場 真的是 因為我在這邊長大嘛 那人愛市場其實是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買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吃 買完 你還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下面是 一樓是生鮮區嘛 有菜 有什麼魚或菜 什麼等等都會在一樓 水果 那二樓就是熟食區嘛 所以我們人愛市場 它現在形成一個 變成一個過年 或是放假非常好的一個好去處 因為它上面其實你從 你對那個婆婆媽媽 你從這個洗頭 剪指甲 腕臉 牛肉麵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做好 婆婆媽媽平常一天日常生活 大小事 所以人愛市場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市場嘛 以前小時候 我找不到我媽 以前那個時候手機還不方便 我去人愛市場繞一圈就找到了 就找到了 其實信義市場 那就是每個生活圈不同 我們在市中心就在人愛市場嘛 那稍微旁邊一點信義區 信義市場也是 信義市場也好熱鬧喔 哇 信義市場這幾年的生意非常的好 那也經營得非常成功 那信義市場也是有生食熟食 所以大家都會在那邊穿梭著 尤其在過年期間 我們市中心的停車場 基本上業者大概都賺翻了 停車場 大家從那個外地大家都會回來基隆嘛 是 所以基本上幾個各大市場其實在過年期間 我想大家都可以順便來走一走 如果我們有很多年輕朋友在外面生活工作的 過年期間回來家裡 也可以來看看我們家鄉的改變 是 真的可以看看家鄉的改變 那當然我們的區域會也非常的跟進時代潮流 他們推出了很多新鮮的禮盒之外 其實我們的文青總幹事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來挑新鮮魚貨 其實海鮮有青不青 來魚貴你就知道了 因為魚貴海鮮都經過魚貴 高品質的平衡給了 10天拿出來不給大家 所以你今年買魚貴 其實來魚貴就好了 我們要看我們這本港海鮮 這個橫白都沒有參與 我們的蕭蘭 全國都排行第一名 跟我們租賓一樣 全國都排行第一名 吃海鮮 你看他的東西有青不青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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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以外 有味嗎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包裝 你看眼睛以外 有味嗎 他的外表看起來光澤如果好 台湾他不會炒到台上 如果有味你就不能買了 最主要是你要去有拚館 有信義的店去買 其實不會海鮮大家都在買 很多尊重 他也自己不會海鮮 因為我們雞人的大面貨 雞年真的現在是最搶手 買到無費 真的是最搶手 買到無費 所以說 除了我們買雞年 會海鮮以外 希望大家來照顧我們的國傘 這個農府班真的 我們政府在推這個農府班 不說一定要買大陸 我們自己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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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雞的參觀看看 雞的有很多 替你們平衡的問題 不用你們再去擔心這個問題 你買來 你只要下一個主席 就可以跟你們朋友在家 你買來 換回去之後 你拿起來 你拿起來 你拿起來之後 你就會馬上處理 不用你回家 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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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你洗得乾淨乾淨 用得好洗好洗 讓你買的安心 吃的放心 是 要省麻煩 省那些處理步驟 真的就是直接買這個禮盒 因為都幫你處理好 而且還真空冷凍包裝 那當然你要去一般菜市場 也是有 雞龍也是非常的熱鬧 那當然重要的就是挑新鮮 看眼睛聞味道 剛才我們的總幹事 都有跟大家分享這樣的PayPal 那剛才議長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 除了自己在家料理之外 也是很熱門的就到各餐廳去 對 那今天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雞龍海海 還有票選出雞龍的十大人氣餐廳 然後第一名是我們的 雞龍港海產樓 那個也很不錯對不對 雞龍港海產樓 不用票選 不用票選 看議長室的行程就知道 每天中午跟晚上 我已經快要變股東了 在那邊弄個房間給我住 大家都辦在雞龍港海產樓 我每天中三晚餐都在那邊用餐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餐廳 那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過年 其實餐廳會客買 以前不會 那以前大家都習慣去買這些 不管去漁會買 還是在各大市場買 我剛剛漏講了一個成功市場 成功市場 成功市場也是 我們基隆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市場 我還好有講出來 不然主委會罵我 我們除了大家可以自己採買 因為傳統的 比較老一輩的長輩 如果還在家 他們會煮飯 就會到那個 各大市場去採買生鮮的一些東西 回來自己準備 那現在比較年輕一代的 包含新住民朋友 還是年輕的一些朋友 他們其實現在都會流行到各大餐廳去 那我們基隆市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餐廳 除了我基隆港 這要把它講很完整耶 基隆港 北都 柯達 秦松葉 整個市中心的餐廳 基本上過年的期間 生意都會很好 那其實有很多特色的一些美食 尤其我們現在最近 整個東岸的這個商圈狼帶 又開始開發 有很多新的店家進駐 包含雞湯等等的 我覺得我們這種是 在美食文化上面其實推廣 其實本來就可以發揮我們的文化特色 就是美食 那最近又融入了很多年輕的元素進來 就會有一些不同層面的美食在基隆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回來基隆以外 也希望我們整個 如果外地人都可以常常來 那我們在地人也可以消費 我們基隆整體經濟會發展得越來越好 我們未來會 只要把我們的觀光做得好 我想我們的美食文化就可以呈現給國人 可以更多人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基隆市的美食 真的 基隆的美食 真的就是基隆的在地魅力 我看滿桌的美食 然後還有我們的班舍裡 就可以知道基隆的魅力之大 不論是外帶的或者是內用的 大家都可以好好品嘗 不用進廚房 一樣可以享受到美好的年味 謝謝總幹事帶來的伴手禮 也祝福大家在新春中 都能嘗到微茹的幸福好滋味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進來我們要帶大家來探討的 就是我們基隆人在地的文化民俗特色 就是拜拜攻略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志偉 賈臣金龍年祝福基隆市 榮銀得銳 福氣榮來 過去一年我們共同克服種種困難 共同經歷感動與各種喜悅 誠摯的感謝我們所有市民好朋友 對基隆市議會的支持與鼓勵 讓我們在文化創新的基礎上 持續作為值得信賴的民意殿堂 榮年象徵勇氣 力量還有幸福 基隆市議會會攜手民意 打造萬物新榮 更宜居還有更溫馨的 更團結的基隆市 收穫健康 種下希望 足夢基隆 未來希望我們可以帶來 轉機與福氣的金龍年 大家都平安順遂 事業成就雙全 我們一起為基隆的好團結同行 基隆加油 歡迎回到民意交響曲現場 我是蔡曉君 在剛剛的節目當中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我們的年菜盛宴過年特節 那接下來是大家很想知道 又有點玄 又很有在地風味的 就是我們的過年拜拜攻略了 我們歡迎議長 哈囉 小君好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親安宮道長 我們的謝富基 謝道長 小君好 議長好 各位大家好 是 大家對這個單元都非常的好奇 因為大家都很想在榮年的時候 有個平安順遂的一年 那拜拜這一件事情 是我們在地的民俗信仰 要怎麼辦才對呢 那我們先請議長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議長從小就是跟著我們的阿嬤 深刻體驗到我們基隆的傳統文化信仰 過年期間有沒有什麼必做的事情 讓你印象深刻 過年期間必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拜拜 拜拜 我從小到大都在拜拜 因為我 大家也知道我們的環境嘛 我從小其實真的在廟裡長大 我就在親安宮長大 所以 可是我們不是只有在親安宮拜拜 就是我可能我們過年每年 從小到大都維持這樣的習慣 每年除夕的晚上11點 到親安宮去參加這個頭香賀政儀式 每年我從很小很小到現在每年 還沒有缺席過 也不能缺席 然後拜完以後我們就是 我會把整個廟都走一遍 然後把每一個神都拜完以後 初一開始阿嬤 我記得小時候阿嬤或是爸爸媽媽 就會帶我到去用室的各大廟宇去走了 我們會跑一路跑到初九 真的初九還在拜天宮 天宮廟 天宮廟 我們還會到慈雲寺啊 也會到幾間大廟去走走 那我特別還會去拜 譬如說我們中山區還有一個通懷宮 拜觀聖帝君 然後七度那個也有拜福宮在拜媽祖的 我們家真的是會把廟拜得很周到耶 然後還會回到外婆家去 我媽媽住桃園嘛 我們還會再回去桃園再拜幾間大廟 所以我過年最深的印象就是初幾 一路從除夕拜到初九 真的 真的 真的就是拜拜就是讓大家祈求平安來年順遂 而且全家大小一定要平平順遂 那我們要請教我們的道長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在親安宮現在過年期間 大家都會看到大排長龍 因為很多民眾都會去補孕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典故故事跟儀式呢 事實上補孕應該是從魏晉南北朝有紀錄的 從魏晉南北朝到現在補孕的這個儀式應該最早有1800年以上 所以說一直延續一直延續到現在來 補孕基本上尤其是基隆 什麼叫補孕呢 補孕的意思就是說希望把不好的少掉 要接新的孕 然後補孕基本上最大的區別在補 我們過年的時候就是補春孕 一般的平常就是補孕 事實上補孕裡面有兩個章節在裡面 一般來講在面對神明在祈福的 這叫祈福 然後祈福好之後就補孕 補孕是什麼 人家唐文化有一句話叫做 人品威 行品杯 普通話叫做人品化神品告 事實上在普通話裡面沒有杯這個名詞 只有告這個名詞 告是哪個字呢 是個足字頭 底下是告訴你的告 叫做人品化神品告 在直告之後 再決定說這個家庭再下來恐怕會犯到什麼 神明告訴我們之後 我們再到外面去做祭改 去做把不好的送掉 然後的話在補孕基本上都要具備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以前我們都會用米糕 用米糕把它弄得圓圓的 為什麼圓圓的 我們叫天圓地方圓圓的 上面呢 以前我小時候在幫人家祭改的時候 這個米糕上面一定會有一顆雞蛋 蛤 雞蛋呢 有顆雞蛋 是煮熟的雞蛋 帶殼的 然後旁邊來講的話都有龍影肝 龍影肝是12個龍影肝 可是像今年論二月 龍影肝就是13顆的 13顆 它的由來是這樣子的 那個雞蛋圓圓的代表年 龍影肝代表月 本來是有12個月嘛 農曆年 農曆月就變13個月 就是13個龍影肝 然後米糕裡 米都是一顆一顆的 裡面360顆代表日 其他的代表時 時間的時 也就是光這個東西 這個米糕就代表的年 月 日 時 當補孕好的時候 不是我們要剝嗎 剝了之後因為雞蛋是白色的 白色的基本上會讓看起來不大吉利 所以都會把雞蛋拿起來 蘸一點香灰 然後再翻過來 然後再把龍影肝全部給拆了 把它剝開了 這個叫什麼呢 叫做消災脫爛 重見天日的意思 他們都會 古時候都弄好之後 會把山豬香插在 補好了 已經這個香已經過了 再從香煮在哪 山豬香插在上面 然後把這個米糕跟龍影肝跟雞蛋 它會帶回去 包括香喔 帶回去之後 然後這山豬香回到家之後 山豬香再拿起來 跟他的神明拜拜 就說 哎呀我今天喔 有去慶安宮祈福求財 把福氣帶回來了 然後插在自己家的香 神明的香爐裡面 就把福氣帶回來 現在沒有啦 現在為什麼 現在家裡面現在 有些都不方便 然後有些拜好之後 就另外有工作 或者是有點忙去的 所以現在都會把香留在廟裡面 然後的話因為時代的 變遷不同 以前那個米糕都是自己做 家裡面人自己做的 家裡面人多少 他就做多大 然後現在 像我做個比喻 在我們廟裡面 我也沒有辦法判斷說 到底有多少人要來祈福消災 所以說現在改為面線 為什麼面線有福壽綿長之意 所以就用面線 然後面線再把它捲起來 那面線都跑出來 就好像一個龍頭一樣 就是希望一個好運 能夠帶回家之後 這個面線煮一煮 大家吃 全家吃 就是吃個平安 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剛剛有人在問說 為什麼要帶衣服咧 我說我都很簡單 有些人在美國 有些人在日本 有些人在台商 沒有衣服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做 吃面線 不是 事實上 祈求消災本來就是 在我們都有個書文 什麼叫書文呢 書文乃是書通之文 到時你念了老半天 你念了多少 就都一回事 這個書文一定要拿去燒 為什麼 你書文燒的時候 眾神 馬祖也好 帝君也好 觀音也好 他收到這書文就要批判了 這個怎麼樣 這個也能有來祈福的 這書文是最重要的 衣服倒是其次 我們一般來講 有帶衣服來 最好是有帶來 為什麼 而且不是帶新的 是帶有穿過的 為什麼是穿過呢 因為他穿過的衣服也洗過的 表示他本人有來 也就是用 我們在講說 以魂衣代表他本人來 然後再來怎麼樣 來了之後 重點在哪邊 在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要過關 我們到這裡 祈福好之後 然後就到外面去祭改 譬如今年有帶什麼 車關 病惡 血光等等的 把他送走之後 然後要過一個關 就拿衣服 關哪著 就有道士念念有詞 然後就通過這個關 這叫關關好過 關關過 不是難過 關關好過 過了之後 因為他衣服有來的 所以我們都會 道士都會用他的關章來蓋章 有些人講說 道士怎麼有關章 我說有 因為當一個好的道士 他一定是一個道官 道士的道 當官的官 他一定是個道官 這個道官從哪邊來呢 這個道官不是從爸爸延續下來的 這個道官一定要請龍虎山 當一個道官 張天師我們去給他祈求 然後的話 他是我們一官半職 為什麼呢 道士沒有官就沒有兵將 沒有兵將你說 怎麼樣要除災 怎麼要香腰 怎麼要除魔 就光一個人 一個人沒辦法砍那麼多東西 所以一定要當道官 所以道士也當道官 然後的話 由道官的印來保平安 這是這樣子來的 原來如此 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拿那個衣服去蓋那個關 大家想說 是不是可以升官發財之類的 就不是 代表一個人來 就是幫家人帶來 然後就是可以 官官好過 官官過的意思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產生了一個問題 雖然我從小也都這樣子 就是補孕 季改 點燈 但是道長 我順便幫 讓觀眾知道一下 因為很多年輕朋友 可能不曉得 那他怎麼知道他今年要 要不要補孕 還是要季改 還是要點什麼燈 這個人如果 如果沒有來廟找到 他要怎麼看 基本上 我跟高尉講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 你們就不要告訴別人了 你們在場知道就好了 好喔 聽到的我也沒意見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天下世界的唯一 所以每個人的命運都大不同 大不同從哪邊去尋找出來 基本上我們命是歸命 我們講命運命運對不對 事實上命是命 運是運 然後的話運從哪邊看 命從哪邊看 命是拆八字之後 從那個八字裡面跳出來 看你的命好到哪裡 你的命有什麼疾心 有什麼雄心 這我們不談了 我們先談運 運來講的話 我們不是有 常常有些農民曆不是寫的 氣有好土 兩爪 用膠膠膠膠膠 只要是看生肖的 這個叫流年 有人就說 哎呀大師啊我流年不好 我說流年不好沒關係啊 他說大師啊我流年真的不好 我說為什麼流年不好沒關係呢 因為屬性 屬什麼屬什麼 他流年 流年佔的運子佔多少 佔三分 然後呢 流年以外 就是要看他的八字命 八字命裡面 我們叫做命功 有一首歌你們聽過沒有 那個什麼 什麼 流年佔八字命 金包運啊 金包運裡面叫 流年佔八字命 為什麼 從年、月、日、時 合起來的 計算出來的 叫做命功 命功佔的運佔七分 所以這命功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從命功跟流年做匹配 因為有些人命功 譬如說 要刪得好比較重要 在這個八字裡面 最奇特的就是 屬農的、屬牛的、屬馬的、屬豬的 為什麼 譬如說明年是農年 屬農的就是太歲大家都知道 可是屬農、農年到 他都帶一個叫刑克 刑就是刑事警察局的刑 旁邊帶一把刀 這把刀呢 運強克別人 運弱克自己 好特別 譬如說啦 譬如說你屬農的 然後的話 你的命功是很強的命功 那也就是說你是大殺四方 隨時會得罪別人 可是如果你命功是在死伏 或者歲波運很差的時候 就被克自己的 就綁自己的 這個好嗎 那個好嗎 都是我 就會有這種情況在 所以說 我們基本上看八字命 看人家的運怎麼樣 就是用這樣做匹配的 所以說屬牛的牛年到 屬龍的龍年到 屬馬的馬年到 屬豬的豬年到 它的情況都會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我來跟你說 像基本上我們別人了我沒意見 所以我們青山公司這樣子的 屬龍的要安太歲 屬狗的要安太歲 其他的你們要不要安太歲 我沒意見 為什麼 我們廟目前還可以啦 不是很缺錢 這意思你們懂 你們懂啦我不講了 但是我告訴各位 因為如果以流年看法 我是希望這樣子的 屬龍的跟屬狗的 因為屬狗跟狗是對衝 俗話說得好 衝則兇也也衝則破也 有破財之嫌 所以我都說 屬龍的跟屬狗的最好 能夠用龍抬頭這一天 我現在在做工廠服務嗎 龍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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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知道農曆二月初二 對不對 可以到我們廟裡面來補財庫 來補財庫這是很好 為什麼 有些人跟我講說 說補財庫是因為說會漏財 我常常說財庫在哪裡 每個人財庫在哪裡 沒有財庫 事實上補財庫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補財庫就補天庫 地庫跟水庫 天庫要補得滿 這個人會原神壯望 身體健康 事業順遂 這是天庫 什麼叫補地庫呢 地庫就是還旭債的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在殷住陽寿的時候 什麼叫殷住陽寿 就是說爸爸媽媽就是結婚之後 有女的時候就開始 在這個之前 依照道障的想法 人都是在殷朝地府過生活的 他在那邊過生活他怎麼辦 他一定要跟庫官借錢 也就是說補地庫就是在 那個凡旭債的 凡以前的債務的 原親債主的環幼 對對對可以說其中之一 還有一個叫補水庫的 什麼叫補水庫呢 補水庫就是在換陽財 換現金的 有人給我講說 大致 那我說不要 補水庫可不可以 我說不行 補就一定要天地水一起補 為什麼以天地水連 因為我們華人自從有老子以後 最崇拜的不是天公 最敬畏的也不是天公 最敬畏就是三官大帝 所以說你看 除了拜天公以外 三官大帝的生日 大家都拜到要死 一直跪一直拜 為什麼 包括我們 台灣都這樣子啊 尤其是基隆 你看 上元節 大家流著這樣 中元節 放水燈啊 大街小巷 大家拜到這樣 下元 下元就是 10月15號 明天 明天 我跟你講 在基隆以前各大廟 都會用11月15號 在做什麼 在謝神 在謝神 因為整年 都有三官大帝來保佑我們 到年尾的時候 就要去答謝三官大帝 都去以農曆的10月15號 這水官大帝 聖誕生日的時候 來做答謝他的一個動作 所以今年的安太歲 還有我們的妹妹哥哥 主要就是龍年 龍屬龍的跟屬狗的 是這樣對不對 另外就是還帶大家有點光明燈 就安完太歲之後 剛剛有說不遇 然後破碎 然後再來點燈 那點燈呢 點燈是這樣子的 我們自古以來 人要求什麼 要求元神壯望 精神很通 精神很通 所以我們最期望的就是 希望能夠要亮的地方 所以說 當初我們主委 也就是國策顧問 那個童勇先生 他到清南宮當主委的時候 他不要求什麼 什麼東西都給我亮 大殿裡面也要亮 跟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什麼都要暗 都要有個神秘感 不是 他阿公就是 什麼都要亮 蠟燭都要點 要把它點到完 為什麼 就希望能夠人生要亮 要光明 然後光明燈呢 事實上這是一個統稱 叫做光明燈 事實上在馬祖廟裡面 它應該在馬祖的旁邊 事實上是叫做馬祖燈 在帝君的旁邊 事實上就是 叫做光地燈 在佛祖廟就是關陰燈 事實上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都把它統稱為光明燈 為什麼 因為這樣叫起來比較順 你剛剛有沒有講到太歲 太歲你剛剛講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還沒啊 沒有啊 跟龍跟狗不是嗎 不是不是 那是要安太歲 你們知道誰是太歲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太歲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念書的時候都有執行官對不對 我跟你講 太歲就是執年官 每一位太歲 我們總有六值 價值六值太歲 這個太歲很好玩的 它是把守在南天門 然後它是在南天門要執行 執一年 所有的公文、術文、諜文 不管是申訴的、祈求的 都要經過太歲 然後蓋山 然後就送到裡面去批神 所以說我爸爸都說 神與人同 我為什麼會再加這句話呢 衝太歲是什麼意思呢 衝太歲就是你跟太歲不對盤 你有什麼申訴什麼東西 你送到他那邊的時候 他不是那裡 不是 鴨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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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安太歲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電視上說絲絲有兩種 一種是自感冒的 一種是自流鼻水的 太歲有兩種 一種叫做比如說鼠龍的 他叫逢太歲 什麼叫逢太歲呢 逢就是小君看到我 大師啊 就叫逢太歲 什麼叫衝太歲呢 你欠我的錢 到現在還沒拿來 這個叫做衝 衝跟逢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為什麼要安太歲 把太歲供奉起來 希望能夠 諸事如意 事事順暢 只要我投訴的 你就盡量幫我 把他送到店裡面去批審 能不能過那是一回事啊 你求得很沒有道理 當然就通過不了 但是基本上 你可以很順暢的通過去批審 比如說你要求宅啦求職啦 求平安啊 求出巡平安啊怎麼樣 那就經過太歲要蓋章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安太歲 我們馬祖廟固定的 農曆的正月15號 也就是正月14號 我們都會拜天公 拜三戒公 三戒公 在拜三戒公的時候 把三戒公跟縱城請來之後 我們都會去再去開燈 去安太歲 然後的話農地的 12月16號 我們都會卸燈送太歲 我給你報告你們這個信許之後 你們有空 或者有在那邊安太歲的 點燈的 你們都可以來參加 這好消息喔 這免費的喔 你們可以來 免費的啊 當然免費參加拜拜 參加拜拜 其實就是星辰哲鈴 對 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在來年 我們的龍年能夠平安順遂 當然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走春到寺廟裡面 來拜拜這件事情 也是大家很在意很熱門的事 我要請教我們的子偉 我們的議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走春這樣的一個文化 從小到大 有沒有什麼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 我像我們 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除夕夜 慶安公是在除夕夜晚上的11點 就開始會有一個頭香點禮 這跟其他地方的這個廟宇不太一樣 我們是用這個 大家行禮如宜做好 然後請道長開始執行這個儀式 然後通常都有手掌 來擦這個頭香 是 然後跟其他有些廟宇 大家看到新聞是搶頭香有沒有 大家會親的 然後會有一些衝突 那我們慶安公長期以來就是 透過邀請首長 地方的首長代表 大家一起來參加這個頭香點禮 就是他用拜拜的儀式 來代替大家搶那個第一炷香 那頭香其實就是差今年的第一炷香嘛 所以在我們老一輩 我不曉得這可能專業的要問道長啦 但是在我們老一輩的這個長輩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就是要插頭香啦 就是切一一定要拜拜 求今年一年的平安 我媽媽就跟我說切一一定要拜拜 所以他們都說初一要早起 所以我們是除夕夜晚上 在慶安公參加完拜拜的儀式以後 然後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公關活動 要謝謝大家 初一一早還要再起來到慶安公去 因為很多人會來點燈 剛剛道長有提到點燈 那慶安公因為我們這幾年 大家這個就是很多信眾 很多民眾會來點燈 所以初一初二的時候 慶安公基本上是一個川流不息的狀 大家都要排隊點燈 然後來拜拜 其實走春就大概就是一個儀式 那其實台灣或者是基隆 大部分的傳統家庭 大概走春就是往廟走 然後歡迎大家來慶安公 其實也可以找道長 來看看你今年的流年運勢 看到你是要補運還是要點什麼燈 一般點光明燈 然後考試的人是文昌燈 考試是文昌燈 那我們有很多神明可以來 讓道長也可以參 大家給大家參考今年的運勢如何 那慶安公其實也有一本那個小手冊 喔 農民歷嗎 農民歷它有公佈說 每個生肖今年大概會遇到的狀況 那詳細其實還要像剛剛道長說的 你要對今年對你個人的八字啊 生成啊等等去搭配 所以命運這個 我覺得說我在這邊長大其實也蠻好玩的 只是說我道長剛剛講得非常詳細 我也沒聽過耶 流年三分 八字七分 就是基本上我們過年齁 就是除了這個大家團圓聚餐以外 親戚朋友大家會聚在一起 然後其實就是走走廟拜拜 祈求一年的好運平安 大概就是一個台灣傳統的一個民俗文化 那其實我也會去佛光山 其實我過年還真的蠻忙的耶 我會把整個廟 基隆大廟都走完一遍 你看我們周邊 哀山路旁邊還有一個土地公廟有沒有 以前百年關到的土地公廟 對對對 我初二都會去那裡 對啊 所以我就每年大概一路到初九 真的都來拜拜 真的耶 就是祈求來年一切順遂 也幫我們基隆市民 基隆市整個市運場 我來做祈求 所以在今年其實議長也很用心嘛 然後設計了一個很棒的春聯 還有我們的開運小物喔 今年是這樣 因為今年剛好是榮年 假成金榮年 那也適逢我們基隆市 就是基隆市這個名稱的一百週年 所以我們特別請了一個在地的一個文創設計師 設計大師來幫我們安排做一個春聯 然後還有紅包袋 這個紅包袋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紅包袋還有一元福袋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今年搭配龍年跟基隆 龍銀得銳 也就是象徵虎啸風聲 龍雲雲翠 然後也祝福大家這個大展宏圖的一個意思 然後基隆也會人才會翠 厚德福堂 意義深遠 對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了書法家也寫了這個一個字 龍銀得銳 那我們這個 開運金 開運金呢其實也象徵 也訴求這個環保 我們大家會傳統會大家會來拿開運金 那我們今年特別也到慶安宮 經由我們慶安宮媽祖娘娘的加持來發給大家 提倡也提倡環保的概念 希望說大家不要拜完拜以後就丟掉 它可以也是一個裝飾品 因為它也設計非常特別 它是用一個歡喜龍的圖騰來 然後龍身盤踞在一個如意節的上面 所以就是希望說大家也可以放在這個 自己辦公室或房間角落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裝飾品 也希望提倡環保不要丟掉的一個概念 那紅包帶也是經過這些特殊的設計 而且一次就可以拿兩個 而且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設計 對 你怎麼知道那麼厲害 就打開就是這樣 真的可以看到我們的市議會真的非常的用心 我們剩下最後三分鐘 我們要邀請兩位來賓 我們先請道長好了 道長 有沒有提醒民眾龍年應該要注意什麼樣的事項呢 龍年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每個人開心就好了 事實上你知道有沒有機會嗎 我這個人一向都沒有機會了 為什麼沒機會呢 因為大家都活在自己當下 好好的生活就好了 如果除了權以外 有什麼困難來找我 我竟然會幫你們做 謝謝 平安 心存哲理 議長 好我想今年龍年 那也適奉我們大基隆的這個子弟 賴清德總統順利當選 那我想是基隆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契機與機會 那我也在這邊 因為我也用這個議長的身分 來要求我們市政府 可以提倡更多元的計畫 我們可以準備更充分的計畫來跟中央爭取經費 我想我們基隆市議會的全體議員 也會幫地方跟中央做一個橋樑 讓我們基隆在這個 這樣這麼好的一個契機之上 做一個更好的發展 是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議長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年在基隆的年節特色 也謝謝剛剛非常謝謝我們的那個年菜盛宴 謝謝我們的文青總幹事 還有謝謝我們的道長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拜拜攻略 還有這個議長帶來的榮年好物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基隆的魅力 祝福大家在榮年都可以欣欣向榮 好運榮來 平安幸福 謝謝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志偉 甲城金榮年祝福基隆市榮盈得瑞福氣榮來 過去一年我們共同克服種種困難 共同經歷感動與各種喜悅 誠摯的感謝我們所有市民好朋友 對基隆市議會的支持與鼓勵 讓我們在文化創新的基礎上 持續作為值得信賴的民意殿堂 榮年象徵勇氣力量還有幸福 基隆市議會會攜手民意 打造萬物新榮 更宜居還有更溫馨的 更團結的基隆市 收穫健康 種下希望 竹夢基隆 未來希望我們可以帶來 轉機與福氣的金榮年 大家都平安順遂 事業成就雙全 我們一起為基隆的好團結同行 基隆加油 TRAF 1 2 3 4 5 6 2 7 8 8 7 8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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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